我手上的大理石拼图怎么还多出来一块啊 你懂啥 这些玩具拼图叫无中生有 今天的挑战很简单 请把多出来的方块放入拼图中 谁先完成为获胜 奖金是一万元 你怎么这么简单啊 拼图已经满满当当了 这个方块怎么加进去啊 好的拼图也是 一点东西都没有 不该怎么加嘛 我有办法了 用我的小刀刀 在这个地方扣出一个小洞不就可以了吗 诶 你拼图直接一边收回好了 你干嘛扣坏拼图啊 这些拼图已经完美的贴合在一起了 再加一个小方块 简直是不可能完整的任务 先把四个脚填满 上脚来一个 四四五度夹脚放这里 另一个拼图像小船一样 再来一块插空放 肩肩脚来重叠 再来卡一块 这个三角形放这里最合适了 多出来的方块终于可以塞进去了 但是还剩下两块拼图 完全放不进去 所以挑战又失败了 不管怎么样 我要先尝试一下 先把框框取出来 要不然我试试把最左边的斜面拼图 放到最右边 然后把它们的位置对齐 竖着的拼图把它横着放 诶 这个空位 不就可以放这个小拼图了吗 完美啊 再把上面的两块拼图移下来 啊 还是多了一块 小的方块放进去了 但是又多了一块大的 再来挑战一次 这两个拼图还是这样放 再来卡一个尖尖角 哪个拼图能备上 你就放哪一块 这不就是一个小房格了吗 简直就是为它量身定做啊 诶 怎么放不下 让我换个方向 放是放下来 但是拼图又变形了 这肯定不对 换这一块拼图 哦 原本的空隙没了 好边来一块 我发现一个很适合它的位置 宝子们 有没有觉得这块拼图形状很眼熟 没错 它就是放在最底下的 比胜利越来越近了 最后两块拼图了 宝子们觉得我能成功了 这空间足够放了 哇 刚好剩下一个菱形的空位 最后再把小方块放进去 大功告成 拼图挑战成功了 想不到一点空隙都没有的拼图 真的可以加一个方块 太不可思议了 我就不信了 加一个方块有多难 这个长条我把它移下来 咦 这么简单吗 终于加进去了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个拼图的面积有没有变大 直接把原来的框框套上去 完全可以套进去 所以证明 就算加了一个方块 整个拼图的面积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这也太神奇了吧 不好意思啊 我先拼来的 所以奖金归我 那就浪给你呗 去 小开门 你们知道 吴中生有这个拼图是什么原理吗 为什么加一个方块 拼图的面积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拼图拼完 就可以看到小蝌蚪 变成亲妈的过程了 太有意思了吧 我的和睦拼图更好玩 里面有小动物一天很长 还比你看啊 看谁的拼图更好玩一些 石子里白白的东西 就是亲妈妈妈刚刚产下的暖哦 用不了几天时间 就可以付出小蝌蚪哦 小蝌蚪脑袋大大的 尾巴细细的 在水中快乐的游玩着 小蝌蚪长得非常快哦 现在已经开始长出前腿了 连尾巴也变得更大了哦 这个时候呢 虽然长相有点怪异 但是还是能看出亲妈的影子哦 最后一块拼图也找到了 这里水草茂盛盛 食物也很充足哦 蝌蚪连前腿都长出来了哦 之前她尾巴也开始变小了 她的脑袋呢 完全就是亲妈的模样了 不过现在的样子还是有点滑稽 大一看就是一只脱了大稳大的亲妈 最后两块拼图也找到了哦 先把最冰冰上的池塘和水草安排好 给了舒适的环境 小亲妈才能变成真正的大亲妈哦 亲妈的尾巴已经完全不见了 肚皮也越来越补了哦 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一只真正的亲妈了 连蜜蜂跟甲克虫都考过来庆祝了 因为一块拼图是一颗小太阳 小蝌蚪已经千辛万苦 终于成长为一只亲妈了 既然的拼图又有科普的生物知识啊 你你的拼图可以吗 你这个拼图从头到尾就有一种动物 我的拼图里面可以有三种 这个模糊里面做着三个小伙伴 它们分别是长耳朵的小兔兔 直眼前的小熊猫 大尾巴的小松鼠 现在是晚上时间 月亮姐姐出来了 它们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转夜就到了早上 天亮都得出来了 三个小伙伴已经从睡梦中醒来 很好的一天开始了 小兔子正在吃它美味的早餐 现在不知道二楼看出来是谁在那里 格楼上是一个温馨的沙发 还有两个玩具 现在是小熊猫在格楼上玩玩具啊 这两个冰图放这里 是格楼上的天荒哦 再来看看蘑菇的外貌 是一个大大的蘑菇形状的房顶 二月里还种着花花草草 这屋面也太可爱了 小松鼠人在跑到外面晒太野外了 但是小伙伴做的蘑菇也太温馨了 你们想不想追进来吗 你们最喜欢谁的冰图呢 这摩提上是谁放的冰冰图啊 每一刻都好仙气啊 这也太好看了 欢迎来到年年球寻宝PK 宝藏的线索在这些球里面 寻找到宝藏的人 可以获得一大笔财富 失败者会被放头 游戏开始 原来这些都是宝藏年年球啊 要是找到宝藏的话 那你也就成功了啊 可是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跑不就找宝了 为了公平起见 咱们来石头剪刀布 谁赢谁先选 石头剪刀布 快点 把石头剪刀布 你就不是我的东西手 先选的人 也不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宝藏线索啊 看就是赤裸裸的距离 哪一个好呢 它是谁你吧 又是C位 又是金看看的颜色 这颗黄金年年球 我特意弹簧的 你看就很值钱 宝藏的线索肯定在它里面 我要开始爆金球了 喂 诶 怎么这么硬 把它全部切开看看 啥也没有 找了个工具 哈哈哈 现在呢 只剩下宝藏年年球的 比你六选一的机率要大多了 我就拿一颗 两颗黄金球 这颗球超级的散 快散下我的卡特兰大眼睛了 而且它的分量还不轻 我感觉宝藏就在里面 我要开始切咯 哇 它居然有三种颜色 不对 里面还有颜色 它是一颗彩色的黄金球 什么鬼 喷我一脸 还真烦烦的 小样 别喷点黑水 就让我自然而退 哀 把你全部割开 里面啥也没有 这次我还是学进的 我这个成了 我终于劳中了 我感觉宝藏才下完招手了 点下来个开膛破度 呜 这个就居然还这么难切 明明我切不开的东西 哇 好多成 哎 哎 啊 看起来的顺便 好像一条炫菜属了 全部都是珍珠 我找到宝藏了 我要变成这条该贼富的婆了 全部都是一些假珍珠嘛 跟宝藏有办法这个关系吗 哈哈哈哈 啊 看来不是白高兴一场了 接下来该我选球了 它好像都不喜欢绿色 大喜桃 这颗球的表面有好多小散心啊 而且它跟我的衣服是同款颜色哦 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好运 先来第一刀 哎 里面怎么硬邦邦的 啊 好像跟机器通过透明球一样 哎 不管了 先划开再说 好老子们 这颗球里面居然是仓耳 我也太倒霉了吧 不是这种炸人的东西 就是黑色的水锥 哎 里面好像还藏着上水条哎 不行 你要先打开看一看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小线索 哦哦哦哦 好大手啊 哎 里面好像写着什么东西 这这这这 这是啥意思啊 老子们 你们帮我看一下 这个线索倒是啥意思啊 哎 我懂了 破解的方法只要一面镜子就行 把纸条跟镜子粘在一起 4648 据我价摩自成写 这四个数字应该就是密码箱的密码啊 我发现这个房间的角落最好有一个密码箱哦 激动了心探索了手 我要开启财富之风了 4648 现在就一个就是密码箱水 你价kennt 就这么开门 正好有一个马桶 掀开你的盖头 哇 真的有一个宝箱 还沉变变的 上面还有一把锁 难道我跟这个钥匙是一对吗 让我开启我的财富之门 真的打开了 好子们 我们一起把眼睛准备好 我要开箱了 一 二 三 好多心灵 有脑啊 还有水晶 你这我就是想在布女毛钱 卖的塑料桌子嘛 啊 这水晶也就假的 所以今天白板回一趟了 我们又给什么人耍了